HELLO 大家好,我是龍胖胖 三星今天正式發表了全新的Galaxy S10系列 共有S10、S10 Plus、S11 以及暫時不會在台灣推出的S10 5G版等四種款式 我們也在第一時間拿到了前三款台灣即將上市的型號 帶各位進行第一手的動手玩介紹 S10系列全面採用的是Infinity O的WACOM全螢幕 所以螢幕佔比更高 面板採用的是Dynamic AMOLED 亮度提升了14% 藍光減少41% 並且支援HDR10 Plus與DCIP三廣色語 另外這次的S10系列手機 它的處理器都是Exynos 9820或是高通的S855 台灣上市的都會是三星處理器的版本 所以每一款都會有旗艦級的效能 同時在充電方面 除了本身可以無線充電之外 它也支援了無線電力分享功能 可以幫其他支援Qi無線充電的裝置充電 網路部分則支援到了更快的Wi-Fi 6標準 以及LTE-CAT27CA下載速度可達2Gbps 機身的部分也維持了IP68的防護標準 其中最高階的S10 Plus它的螢幕是6.4吋的2K曲面螢幕 並支援螢幕下的超音波指紋辨識 很多人好奇的保護貼部分 原廠表示手機出廠時就會貼有滿版的保護貼 而且沒有網路傳聞的指紋區域挖洞 大家應該暫時可以安心 記憶體方面則是提供8GB以及最高12GB的LPDDR4X 以及128、512GB到最高1TB的儲存空間 還可以擴充記憶卡 電池容量則是4100mAh 相機部分 前鏡頭是雙鏡頭設計 包括一顆1000萬畫素的80度標準鏡頭 支援F1.9大光圈與Duo Pixel自動對焦 以及一顆800萬畫素的90度廣角F2.2景深鏡頭 主相機則是三鏡頭設計 包括1200萬畫素的77度廣角鏡頭 支援F1.5與F2.4雙光圈 以及Duo Pixel自動對焦 第二顆鏡頭 則是1600萬畫素的F2.2 123度超廣角鏡頭 第三顆則是45度的1200萬畫素F2.4 PDAF兩倍長焦鏡頭 其中一般廣角鏡頭與長焦鏡頭都支援了OIS光學防手震 S10的部分如同過去 就是一個小螢幕的版本 與S10 Plus最大的差異在於螢幕、容量、電池以及前鏡頭 S10的螢幕是6.1吋的曲面螢幕 同樣有超音波指紋辨識 記憶體只有8GB一種版本 儲存容量最高512GB 也支援記憶卡擴充,電池則是3400mAh S11的E是Essential的縮寫 定位上更為入門,整體規格在S10之下 螢幕改為5.8吋的FHD Plus平面螢幕 而且沒有超音波指紋辨識 指紋辨識改在側面與電源鍵整合 主相機少了S10、S10 Plus的長焦鏡頭 只有廣角與超廣角相機 前鏡頭則與S10相同 電池容量則是3100mAh 記憶體提供6GB與8GB版本 內建儲存空間則是128或512GB 同樣的,它也支援記憶卡擴充 回頭來看到相機功能的部分 全新的AI場景辨識 這次可以辨識多達30種主題 這次S10系列的景深效果除了虛化之外 也提供了顯色、旋轉、縮放等效果 這些效果S10 Plus、S10與S11的主鏡頭都可以使用 而在S10 Plus的部分,由於有雙前鏡頭 所以在自拍的時候,不管是針對人像或是各種物體都可以套用景深 S10和S11的前相機只有單鏡頭 景深的部分是透過軟體運算 所以只能針對人像來使用 另外,這次也支援了拍攝建議功能 可以提供使用者構圖的建議 協助拍出更好的照片 整體來說 這次S10系列在外型上的提升還蠻明顯的 尤其是在螢幕的視覺效果上 更高的螢幕佔比看起來爽度更高 相機方面,S10和S10 Plus都有三鏡頭 對應完整的焦段讓創作變得更有彈性 S10 Plus的雙前鏡頭則帶來更豐富的景深去備應用 至於照相的畫質和效能方面則有待後續進一步的測試 其他方面像是超音波指紋辨識或是無線電力分享等等 幾乎是把所有目前最新的規格都放進來了 而作為評價款式的S11 規格絲毫不入門 喜歡小手機但又不想捨棄旗艦級使用體驗的人 應該會是不錯的選擇 那以上就是這次針對三星S10 Plus、S10以及S11的簡單動手玩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歡迎幫我們點個讚、訂閱和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掰掰